薄蘇老子 道經在後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太古無名好之君 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 《道可道》 太古無名好之君 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 不以其德教名,欲行自然,養人性命 其德不見,故言不得也 不以德教名 周朝人 以德得天命 周人以德得天命 我的上德不得 我比你周朝人厉害 道家 上古最偉大 周公偉大 太古無名好之君 太古無名好之君 上德不得,是以無德 古著 王斃以下 王斃以下 宋以下 宇宙 宇宙論 修養論 和尚公章句 《長生久世》 講講養生 台灣人苦得要命 老子所批評的是整個儒家所建構的周朝政教系統 上溯三皇五帝 儒家 上德之君,信壽德之鮮妙,命得一之經緯,性命同於自然,情亦體於神明。 動作倫於太合,驅捨合乎天心。神無所思,智無所慮,聰明玄妙,急破空虛。 勢如嬰兒,兼銀包大銀,擇集萬果。若此者緣無而決不知,為之者誰合也。 既然,漢初流行的黃老字書。 既然,漢代初年,流行黃老。 既然 tips and peace 既然,入選既然, ringing黃老。 既然,漢黑的澳大道,that the king of the 27th century 黃老。 既然,既然,乎以以為黃老。 既然,既然,天呀,賢武和國前。 既然,畢然,既然,存在混在國來,和明清皇。 既然,其次之后,既然. 既然,既然,既然,衆年,國民,也,既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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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家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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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朝人初年 法家勝出 旺老 法家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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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授道之先妙,命得一之驚為 法家勝出 漢朝人的這些話 政教哲學 黃老爺 黃老爺 鄧小平 野蠻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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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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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相 謝禮陰陽 謝禮陰陽 博書老子出土 漢代流行黃老之書 下德不識德 是以無德 力求不識德 上人為之而無以為 下義為之而有以為 上義之君更識一級 上禮為之更識一級 因此 講德 講人更識 講義更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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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儒家 周朝人講德 孔子講仁 孟子講義 孔子講義 上德不得 是以有德 上德不得 上德不得 是以有德 大丈夫 居其薄 居其實 而不居其華 故去罷而取此 得道之君 不要操弄自巧 不要推行仁義理智 悉得一者 天得亦以清 地得亦以寧 神得亦以靈 古得一 亦以淫 侯王得亦以為天下正 侯王得亦以為天下正 孔子 侯王得以以為天下正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上德不得回到無 老子 體無本無 無是人生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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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聖人無恆心 以百姓之姓為心 自己不要有心,以百姓為心 那這也是極高的政治智慧 你一旦有自己有什麼想法的話 那麼 你就容易有偏 體會大家的需求 善者無善之 不善者無一善之 得善也 性者無性之 不性者無一性之 得性也 藍,綠,黃,白,紅,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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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bec 我無謂而民之化,我好盡而民之政。 遇不遇,而明治蒲 法家、道家、末家、陰陽家 作詞 唯無為,是無事,為無謂,小大,多少,報怨以得,徒乃於其矣也 不往前爭勝,順其自然,智慧通達,事情才容易成功,以智治國國之賊也,不以智治國國之得也。 從上位開始,全家人都如此。 反僕歸真 反也者,道之動也。 天下之物,生意有,有與無。 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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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德若骨,大白若辱。 虛懷 上德若骨,大白若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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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者道之洞,上下。 道家 主張無為而治的政教論。 主張小國寡民。 人民治理 我無為而明治化。 民歸素樸的治國方法。 中法國家族結構。 上層政治的擾動。 自由思維。 自由發展。 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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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 boa 德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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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講 《倫與學雍》 《道經》 《佛書》《道經》 《漢簡》《下經》 《德經》《上經》 《德回主》 《德回主》 《論述》 《道可道也,非恆道也,明可明也,非恆明也,非恆明也》 無名萬無之始也,有名萬無之母也,王安時斷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 《道可道》 《道》 《道》 《和尚公》 《經術政教之道》 《和尚公》 《和尚公》 《漢文帝》 《文帝》 《文帝》 《藤公》 《非相》 《非縙》 《古人》 《歐宗》 《禎師》 《帝王》 《義之》 《義之》 《孔和尚公》 《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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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希望給予最好的教育 帝王獨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寒光常輝,滅積逆端,不可稱道。」 和尚公章句:「明可明也,非恒明也。」 道可道非常道 可道的經術政教之道,就不是常道 無為養神,無事安民 常道 無為養神,無事安民 無為無事 上德不德 古代無名之君 和尚公章句:「明可明也,非恒明也。」 和尚公章句解這個 和尚公章句 押忠古代 和尚公章句 這間藝 OMG 姬 пло Beth 和尚公章句 一併由 銀巎 明可明也,非恆明也。 《非常明,非自然常在之明也。常明,當如嬰兒之未言,即子之未分,明諸在磅中,美玉處時間。內雖昭昭,外如丸於。 姬子之未分,嬰兒之未分。 所有用的每一個字的意義,都不一樣。 西方的每一個字的意義,通常是指的本質意。 Logocentrism 羅格斯中英主義 指向每一個事物的本質 中國的思維 無法定義的根源性 回到他的原初 無法定義 明可明也非 明可明也非 一旦 開始分辨之後 就不是恆明 就不是長久的明 所以 他講的每一樣 在他來看 所有已經有固定形象的東西 都不是最原初的 那都是這個部分的 只有那個最原初的那個道 才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 懂得意思嗎? 回到最原初的才是可能 所以就必須說 我們的生命什麼呢? 我們的生命 我 我 吳某人 是 到底是怎麼樣呢? 我生命的 如果 真生命的話 是要回到我 還沒有叛分 沒有任何後來的痕跡的 那個最原初 才是我一切的可能 那 後來的種種 都只是 我碰到的狀態 所形成的 而都造成我的限制 如果 我執著在這限制上 就是我的煩惱 就是我的苦惱 聽同意思吧 所以 換言之 諸位今天 一切煩惱 在道家來看 都是 我們自己 認為我自己 今天是 這樣 這就是我 於是你就痛苦了 你要回到那個 最原初的那個東西 你才會不痛苦 你才會把你其他的可能性 都發揮出來 我年紀大了 其實 限制性 就更大了 如果 我更守在那個東西 不放下 的話 我就更容易 產生問題 比如說 有代溝啊 對不對 跟各式各樣的 你們現在 這個 年輕人不是跟老一代的 這個 有那種 紅溝般的那個距離嗎 這些種種 對不對 那就是了 因此 照道家講法的話 有名 萬物之母 有名為天地 天地有行為 有陰陽有柔剛 是其有名也 所以天地出於一種無名無形的道 所以道是第一義 那東方的 中國的這個形上思維 後來影響到整個東亞地區的形上思維 是有形的形而下的 無形的形而上的 但這個無形不是抽象的意思 是不成具體的天地這種形象 無形不等於 是形 形就是形 它是有形狀的 所以 無名者 為道 斷 無名 天地是有名萬物之母 不是後來所說的 無名天地是有名萬物之母 那 就把無 就當這個本體的無 這是不一樣的 好 那 那這兩句 道可道 非 道可道也 非橫道也 民可民也 非橫民也 如果按照漢代的和尚公章句的註來講的話 這裡面講的是一種 經術政教之道 是要以無為無事來養民安民的 是要讓帝王們 乃至於所有的這些學這個道理的人 回到事物初始根源的素樸的一種狀態 那 因為 那樣子的狀態 無名的狀態 是一種最原初的狀態 所以是第一義 那 只要是第二以下的 就會造成限制 就會造成各種的痛苦跟爭鬥 那 要回到第一義去 第二章 皆知美之為美 惡意 第十章 道論 載淫破泡衣,能無離乎,專器自如能因而乎,敵徒學能無此乎。 是要人修煉回到嬰兒一樣,無瑕疵的根本回收狀態。 修道、煉丹、打、拳,都是同理,忠義也要學這個事兒。 修寫通暢,像嬰兒一樣充滿了生發之意。 無欲,一切放下,放鬆,守陰、守持,百病皆消,氣血暢旺。 靖座同樣道理 知其雄,守其此,唯天下息,唯天下息,常德不離,復歸嬰兒。 知其白,守其入,唯天下谷。 知其白,守復歸嬰兒。 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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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順其自然 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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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常無為無不為 む行有名 有行有名 道 道生之、德敘之、事成之、物行之 不往前、不往外 一切放下、一切收回、回到原初 萬事OK 修身跟功夫論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何其光,同其成 錯其銳,解其分,何其光,同其成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辨,辨者不善 當一切安靜放空 一切事情看得清清楚楚 宗教 《則經》 《則經》 郭殿 德經 道經 郭電本 秦漢時期 得經在前、道經在後 由有古異 分章次序 老文表現所不同 東漢以後 老子祥爾柱 神仙化 王必本 王必本 講法 王必本 繼續信 王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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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子 心靈 提高到一個非常宏大的,逍遙、自在的一個境界 難怪古人一般還是重老子過於莊子 何以故呢? 其實恰恰是因為,老子講的是政教 莊子 莊子 從個人的修養、解脫出發 莊子 莊子 《生命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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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夠操控我的每一個肌肉到最小的地方,運用到最適當的地方。 我操控我的一切。 他很放鬆,很舒適,不需要去苦練,不需要去苦練,去健身房,每一吋肌肉,哪個地方小,就苦練。 那現在尤其男生,每個人都希望,強壯起來跟著世界拚。 文學院通常弱一點,我還知道文學裡面特別有人去練,出去跟人家拚。 等於當留心,好累啊! aquest老子, especialmente當人家拚了,也沒有為經。 那只有竟然辰臥的人,就沒有人當逃而。 這跟老子的講法正好相反。 這是我們現代世界的痛苦的根源, 到最後就由於類遊戲。 Winner就是那一個, 竟然全死了, 這個電視劉中 are certainly not. 這是誰提 biri 詞曲 李宗盛 下禮拜再見